胆生毛的女人来到墓地看望死掉的儿子 就当她诉说对儿子的思念时 突然身后竟传来诡异的声音 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赶紧发送狗头庇佑 这可把女人吓坏了 赶紧逃离了现场 等到了晚上 女人就做起了噩梦 梦到一个女人划开了自己的肚子 不断向她索要自己的孩子 而这一切却十分真实 仿佛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幸亏丈夫出现 把她叫醒 这才回归到现实 她意识到事情越发诡异 在闺蜜的介绍下 找到当地有名的驱魔大师 得知了翠花的遭遇 并利用童子施法 再把发生的事情传输到圣水之中 接着圣水中浮出一些可怕的画面 大师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并告诉翠花 你的前生后世被下了诅咒 而这个下诅咒的人 应该是她死去多年的姨妈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翠花立即来到母亲家中 并将最近发生的诡异事情告诉了她 母亲听后便说出了实情 原来自己的姨妈是被她的丈夫杀害的 可到了晚上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当母亲准备睡觉时 她突然听到角落的衣柜传来声音 她借着胆子上前查看 就当她打开衣柜大门的那一刻 这把母亲直接吓坏了 好在翠花听见动静及时出现 与此同时 丈夫自从失去儿子 每天都活在悲伤之中 这天她像中邪一样 来到儿子的墓前 拿出手枪 直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